欢迎收看小高 日前 国评大满贯得主樊振东 开通了英文社交媒体Ins 已经有不少圈内好友关注了他 而樊振东也展示了他对于 黄马和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喜爱 日前 不少国内网友发现 国评大满贯得主樊振东 开通了个人的Instagram账号 名字是F-A-N-Z-H-E-N-G-D-O-N-G-9248 而且该账号还得到了Ins的官方认证 证实了他是知名人士加了蓝V 值得一提的是 樊振东的Ins简介 除了个人信息乒乓球运动员 东京巴黎奥运会男单冠军之外 兴趣爱好区域按时间线严格排列 体育爱好者 细分领域到黄马死忠球迷 泰勒斯威夫特粉丝 关于樊振东印刺后缀数字 9248的来源 是黄马的在2014年欧冠决赛中的 超经典逆袭之战 9248奇迹 2013-14赛季 欧冠决赛在黄马和马静 两只马德里同成对手中展开较量 黄马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 还以0比1落后 但是在常规时间第92分钟48秒 莫德里奇开出脚球 后卫拉莫斯的投球破门 绝平了马静 此后加实赛中 黄马连进三球 最终以4比1的比分战胜马静 夺得队史第10座欧冠冠军 你大概可以理解为 这是樊振东球迷心中的2024-08-01 而樊振东在Ins发布的第一条帖子 就是自己和网球的缘分 从巴黎到北京再到上海 首先和黄马球迷 红土之王纳达尔 在巴黎奥运会食堂的合照 还有和费德勒在上海大师赛的互动 还有上海大师赛和德约科维奇的合影 也算是集齐了三巨头 在北京中网和黄马球迷 西班牙新一代天王阿尔卡拉斯的合影 樊振东目前只关注了17位名人 其中有不少是黄马球员 黄马官方 齐达内 莫德里奇 C罗 托尼克罗斯 拉莫斯 网球运动员 有费德勒 纳达尔 阿尔卡拉斯 歌手梅梅 乒乓球运动员 有波尔 林云如 莫雷加德 张本志和 勒布伦兄弟 篮球运动员 卢卡东气齐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跟外协好友们交流更方便了 东皇继续走国际化道路吧 东哥是黄马真爱粉 此男好友仪式感 有点浪漫 这个男人有点意思追星这块 谁也不如樊振东笑死了 一开始刷到以为是假的 粉丝 是蹭蹭蹭的27岁 还是秩序敏感期的宝宝 实现各种逆转 这也是东哥所拥有的球 不落地 永不言气的精神 小胖樊振东开通硬似账号 在简介里介绍了履历 还表示自己喜欢眉眉